加拿大統計局星期二公布2月份整體的通脹跌至5.2% 但食品價格仍然高期之下 本國央行會否維持暫停加息政策 另一方面 美國聯儲局星期三宣布加息0.25後 美股應聲向上 但財長耶倫表示 無意擴大存款保險制度後 美股又隨即向下 市場對於金融危機的擔憂又會否真正發生 而美股市場又將會何去何從呢 在今晚的財經一週時有專家為大家分析一下 本國二月份整體通脹率跌至13個月以來最低的5.2% 但同時食品價格就繼續上漲10.6% 整體通脹回落 但食品價格居高不下 仍然令國民感到吃力 不過財經分析員國鴻輝就認為 本國央行體重整體通脹 因此不會再次加息 甚至今年下半年 央行可能會因應經濟疲弱而開始減息 至於歐美持續加息會不會令家元購買力下跌 國鴻輝就指 家元購率目前處於窄幅上落 而隨著全球供應鏈恢復 有望亞洲地區替代供應 減輕入口貨品通脹負擔 而對於本國經濟衰退的擔憂 他就認為本國就業市場仍然窗旺 經濟增長緩慢但不至於衰退 特別通脹數字是受控令到央行能夠在下半年 將利率慢慢調減 甚至於2024年還有一個減息潮的時候 減息週期的時候 我想這就有助經濟回復正常增長的部分 可能今年上半年是呆滯一些 下半年可能經濟部分慢慢緩步上升 另一方面美國聯儲局週三宣布加息0.25厘 更在《議息聲明》中刪除持續加息的說法 令市場預期利率即將見頂 本來利好美股 但同日美國財長耶倫表示 並沒有考慮任何有關全面保險 或存款擔保事項 重現市場對銀行業危機的憂慮 令美股走勢急轉跡下 而昨天耶倫就安撫市場 表示監管機構在必要時戶採取行動 保證國民的銀行存款安全 今天美股三大指數就低開高走 我想整體在金融市場裡 都好像很多美國財金官員說 仍然是穩健 也有彈性 也有制度上去保障 所以這個也不會構成一個 所謂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那麼大災難性 好像2008年那樣 郭鴻輝指 目前只有美國中小型地區銀行較受影響 大型銀行仍然穩健 更加不至於影響本國銀行業 不過由於歐美存戶的信心問題 市場仍然會出現波動 雖然美國銀行業近況 為金融市場帶來陰霾 但財經專家就表示 對於本國的銀行監管制度信心十足 好了今晚的《財經一週》就講到這裏 對於《財經一週》就講到這裏 對於《財經一週》就講到這裏